今天的目的地就是這個來多倫多大概過半小時車程的Monocleaf Provincial Park 在Orangeville 上一點,沿著400公路直上,去到9號公路出 向西走直至Airport Road,轉右北上,大概再走10分鐘,轉左去到county road 8 進頭轉右,再走幾分鐘就到了 很正常地是要付錢泊車的 沒有基礎,應該就是7元玩4個小時,10元就可以泊全日 兩三個人來,夾粉給都挺值得玩 其實你給的不是泊車錢,是保育基金 這樣想是不是特別覺得OK 看真點的地圖,其實有很多trail 認真走完真的可以走一天 不過除了上懸崖的位置之外,大部分都是平路來的 所以可以踩單車,還可以騎馬 有機會真的想試一下 冬天就可以Ski和穿雪鞋走trail 這個公園最特別之處,其實就已經寫了一個名字 它是一個懸崖,而這個懸崖並不是一個普通的懸崖 它是這個Naya Great Excarpment的其中一小部分 那Naya Great Excarpment又是什麼呢? 可能你都會說,喂,跟植物又有什麼關係啊? 走個山而已,要不要看地理,學地質啊? 咦?似乎差異? 沒錯,隨便走個山的確是不需要知道這麼多東西 但是當你挖心一層,就會知道很多東西都有聯繫 你喜歡喝紅酒嗎? 在Ontario出產的紅酒 有大部分都是來自Naya Great Peninsula這個地區 只是計算這個地區就已經有三十幾個莊園 有沒有參加過一些Wine Tasting Tour? 在介紹一些提子之前,一定會講解一下這個地理位置 為什麼這麼適合種植? 是啊,就是因為Naya Great Excarpment 這個Naya Great Excarpment 以字典翻譯就是尼加拉瓜懸崖 看到這張圖,就可以容易些明白這個東西其實是什麼呢? 它由紐約州的Rochester開始 經過Naya Great,然後去到Hamilton 再北上去到Tobomori 再向西都回到Michigan 這條長725公里的懸崖 最高有335米 所以這些地方都特別多瀑布 就好像Hamilton那樣就有很多個了 而因為這一串懸崖,就令到它周邊地方的氣候有所改變 就好像擋風場一樣擋住西南邊的風 Naya Great Peninsula全年的氣溫都相當溫和 而又因為位於較高的海埔 春天的時候慢慢地暖,就避免了霜動 而秋天因為這個懸崖出入了暖空氣 就延長了葡萄成熟的時間 是不是突然間覺得跟飲酒有關係呢? 其實都還沒說泥土有多少營養 可以下次換一集再做吧 而這一串懸崖,就好像三文字一樣大概有三層 由四億多年前就開始在海底形成了 最底層的是泥板岩 因為含有鐵,所以帶有紅色 最出名的應該就是Cheltingham的Betland 然後中間那層就是生岩 最上面那層就是含有Manisium的石灰岩 或者叫做Dolamite 在這三層岩石之中是最堅固的 而在海乾了之後,在地上這一億年 受到不同程度的風雨侵蝕 而形成了不同的自然奇觀 這個Niagric Scarpman在1990年 還因為它的獨特性成為了聯合國教科文 世界生物圈保護區 聽起來都不是很肯定是什麼 其實就好像香港的地質公園 例如西貢萬宜水庫東壩的六角柱石 都是納入了裡面 這次大概走了四個小時 我自己覺得最注目的都是原來 是真的有驚喜的 而石都很特別,所以拍照都是相當一流 如果配合黃昏的光線 隨便按個按鈕都應該拍到最美的照片 另外就是一堆有幾百年樹齡的Eastern White City 如果不是因為太苛刻的環境 這堆樹應該會升得高一點 走進去會有種去了古生物時期的感覺 看到就不要錯過了 不過除了這兩個景點 整個公園又不是太特別 可能夏天秋天來的感覺會好一點 但是太多平地走下去真的有少少悶 今集就先說到這裡 喜歡這條片可以留言、LIKE和SHARE 還沒訂閱可以訂閱 還可以追蹤Instagram 裡面會有不同的資訊 下次再說,BYE BYE